我一直都覺得自己很漂亮 那你現在幫助讀者講一下 你知道你是B男還是D男嗎 C DE都算對 各位同學 C DE都算對 每一年也長不一樣 就是 但是 嬰兒肥會慢慢消失啊 把令我都開始出來啊 哈哈 但既旁邊出道七年 始終如意的是 又話直說 如果在場還有人 不知道服務什麼 那你們真的不會當台灣人 好好的人不當 為什麼要當畜生呢 我在心上面 慾望真的沒有那麼旺盛 因為想說 家裡的環境比較特別 其實不太知道要怎樣 愛別人 我覺得我也不適合交男朋友 因為我自己本來就很難搞 然後第二個 我的工作狀況 真的也很難跟 對方的朋友或家人交代 我就最好 就在我自己的小星球生活 好好的開開心心的 要找到一個很愛我 然後我也愛他 然後 他的家人朋友都習慣我 用這三個條件 一勾下去 根本沒有人吧 我就自己一個人都過得蠻好的 因為我從18歲 離家出走到現在 七年自己住 然後都 什麼事情都馬上可以搞定 只是 在獨立堅強的外表 都藏著一顆脆弱的心 我很想被擁抱耶 媽媽過世後的 兩個月 我就離家出走 然後 就靠外拍模特兒 來維生 付了自己的大學學費啊 生活費 你媽媽在哪裡去 我17歲的時候 我高中畢業典禮當天 這17年當中 我總共跟媽媽住在同一個屋簷下 只有5到6年的時間 我家庭結構就是比較複雜 我爸爸有結過兩次婚 我媽媽是第二任妻子 就是我爸媽在我4歲的時候離婚 但是他們還是繼續保持同居關係 到我7歲 我7歲的時候 就從台中然後被帶到板橋 我爸就請了我哥哥姐姐的媽媽們 當家政婦 我小學一年級的暑假作業 我發現不寫也不會怎樣 頂多就是被老師畫個大叉叉 博中的時候就會有弄什麼學期評論 我收到的評論就是 因為下課總項 我就問老師說 我們可以下課嗎 然後他就說 你要下課你就下課 然後我就真的就站起來 走出教室 然後他就哭了 我沒有很壞 我覺得下課時間到了 就是要下課啊 甚至有 所以剛剛是一路就是 被記60幾支警告吧 所以就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清潔服務 基本上北四商一樓大廳 每一塊瓷磚我都有摸過 然後我當時去招官是零 回過的時候都是零就是一跌的 大學他因為演藝事業休學 也開始有了危機式 那個時候就開始想 那不然就再學一個外語好了 那學個半年的日文 就覺得嗯 那就去看看日本短期留學好了 那去短期留學一個半月而已 但是就發現哇塞過得太爽了 那個爽是在路上沒有人認得出我嘛 對一點壓力都沒有 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女生 這普通的女生現在也找到自己的價值 自己存在的價值就是我拍寫真集 可以帶給支持者一種被療癒的心情 那不是很酷的事情嗎